这不符合仁义道德 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收回成命 神宗一听 说的有道理 这家伙竟说对的 每次提的建议都很适当 苏氏抓住这机会 我还想跟您说说当前的局势 我再跟您说说 他就上了一份走 说皇上您确实是尧顺之君 就蹬这事 您一听就吸取了 太伟大了 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灯的事是小 但有小可以见大 我现在跟您说点大 现在有人成立了一个机构 叫制制三四条理司 这个条理司不好 这叫节外生枝 好好的管钱有管钱的 管兵有管兵的 管政的有管政的 为什么又出来一个独立的机构 没有必要 苏氏说 成立这个机构 无非是兴力而除害 可如果成立这个机构之后 不但没有兴力除害 它本身变成一害的话 那您的麻烦可就大了 他说现在朝廷有点乱 本来就算搞改革变法 也应该是由中书省 由宰相跟华尔宁 以及二三重要大臣商议之后 才下的政策 可现在所有的政策 都从这个奇怪的怪胎一样的机构里头出来 而且呢 很多的政令不从宰相出 从那个汉林学士 从那个副宰相出来 这叫明不正 则言不顺 这样下去 国家的政令 法令不能长治久安 不能维持长久 苏氏告诉他 一个国家的存亡 根本不再强弱 在于道德 一个国家国运的长短 不再贫和负 在于风俗的厚与薄 你注意啊 我没有说苏氏这个话一定是对的 你注意 苏氏谈这问题的时候 他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另一级 就是说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 要维持长久的稳定 就要有长久的稳定的道德观 作为它的基础 就要有长久的稳定的纯朴的风俗 作为人民思想的基础 人心是不能乱的 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 和上层建筑 他没有强调经济基础 他不谈这个 这是他们擅长的做法 就公其一点 不及其余 我只谈我的 我不谈我那个 对你有利的 他跟司马光有个共同点 认为治国的根本 在于道德 道德人心稳定了 什么都好办 如果因为生财乱了人心 一切都谈不上了 王安石看了之后 王安石看了之后 非常讨厌他了 开始还是有点觉得不舒服 后来就发展为很讨厌 讨厌上一段时间之后 就觉得他待这有点多余 正好这会儿有个事 就凑巧了 什么事呢 这个王安石啊 他的弟弟 跟另外有一个官员 叫谢景温的妹妹 结婚了 知道吧 所以他们两家呢 是亲戚关系 这些谢景温呢 也受到了王安石的提拔 他是一个建官 谢景温说 我告诉你个事 苏氏的父亲去世了 他回家去奔丧 他去四川 然后从四川再回来 不是走水路吗 走船路吗 他走私 在船上运不该运的东西 王安石一听太高兴了 终于走私了 查他 早就想办他了 找一机会 查来查去呢 没查什么实际 把苏氏给查害怕了 苏氏赶紧申请 我不在这待了 我走 我不说话了 我走 这么着 苏氏才到了杭州 做了通判 相当于杭州市的副市长 你看啊 我前面这只是举了很小的一点例子 就说明这苏氏啊 他在诸多的政见上 在改革的变法的这个事情上 他跟王安石之间是有很多冲突 这个冲突发展到最后 就是以王安石把他轰走为结果 后边的事情 大家就都知道了 苏氏呢 在徐州做官 在密州做官 在胡州做官 那会儿 王安石已经霸相回家了 他在胡州的时候 后来他不是让人给抓起来了吗 说他在诗文里头抨击心法 抨击朝廷 甚至嘲弄宋神宗 给神宗惹毛了 派人把他抓了起来 投到监狱里头 审了一百多天 放出来了以后 给他发配到了黄州 到了赤壁 写了大江东去 还真得感谢改革变法 政治理念上的不同 使得苏氏对王安石的变法改革 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也使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断 但随着时光的卢士 随着改革变法的起伏波折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不再局限于改革变法 那么这对冤家在私底下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情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 他一生致力于理的研究 所教课程深受清华学子喜爱 他就是清华大学彭林教授 一个血脉中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如果这人的一生当中把灵魂管住 管不住这灵魂就要出窍 彭林教授即将登临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中国理之精彩 一定得学哦 不学你就野哦 说你富而不贵哦 那么什么是理 中国礼仪和西方礼仪的差别在哪里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 理给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能带来帮助吗 2011年国庆长假 百家讲坛将为您亲情推出系列节目 彭林说林 敬请关注 苏氏走了一大圈 最后跑到黄州去了 王安石中间经历了两次霸相 最后心灰意冷 孩子也死了 是不是 自己的学生吕慧钦等人背叛了自己 弄得心情非常糟糕 回到了南京 两个人开始掐了半天 最后变成两个可怜的人 神宗最后起了怜悯之心 想还要再重用苏氏 就把他要调到河南的汝州 做团练副使 苏氏在长州买了房子 有地产 跟皇上申请我去长州 这么着 让他去了长州 他在去长州的路上 就专程到南京 拜访了王安石 这个东西很奇怪 我们前面讲司马光的时候 说这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相近的地方 也许连他们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 这种相同的秉性 个性 思想和道德 却让他们在政治上 成了非常尖锐的对立者 而现在苏氏的情况是什么呢 之前有很强烈的对立 现在突然的都归零了 两人都归零了 归零了之后 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了 这才更加本质的接近了 北宋时期 这些最优秀的士大夫和文人的 那种个性和气质 以及他们互相之间那种本质的关系 好了 这苏氏背贬黄州 王安石退休在金陵 对苏氏非常的关注 有一天 从黄州来了一个人 见到 王安石就跟他说 王安石就问他 说最近子瞻有什么新作没有 有什么新的作品没有 说有 走得急 落在船上 说赶快去拿 赶紧就去拿 赶紧就去拿 是苏氏写的一篇文章 叫宝像藏记 写佛教方面的内容 当时天色已经黄昏 还没有掌灯的世界 王安石心情很迫切 就站在屋檐底下 就着黄昏的日光 就开始看这篇文章 一边看一边说 子瞻真是人中之龙也 对他非常的器重 对他文章写得太好了 写得太好 苏氏在黄州写过一首诗 叫雪诗 叫雪 就下雪 其中有这么两句 说洞河御楼 寒起树 光摇银海 炫生花 这个王安石就读这两句诗 写得好 他的女婿蔡便 就问他说 好在哪 王安石说 你来说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蔡便说 洞河御楼寒起树 御楼下雪了 楼变成御楼了 这是下雪 可为什么把楼给动起来了 这个很难解释 起树是什么意思 树就是米粒 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吧 又说光摇银海炫生花 说银海 这个也可以说是下雪以后就变成银海了 光摇银海炫生花 是说雪地里头照人的眼睛晃得晃 王安石说 这你们就完全不懂了 我告诉你 苏氏在这两句诗里头用了一个典故 典故是道教的 在道教当中 把人的肩膀叫做御楼 把人的双眼叫做银海 所以洞河御楼寒起树 说天太冷了 洞的肩膀缩起来了 皮肤上都起了小米粒了 光摇银海炫生花 雪地里头的雪太洁白了 把我眼睛都炫得都发晕 懂了吗 这叫学问 你们都看不出来 是不是 我能看出来 为什么 我们俩是同等量级的人物 苏氏自己也承认 这诗写成之后 就这御楼和这银海 好多人都没看出来 就以为是菜变的那种很庸俗的解释 其实不是 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典故 苏氏到了精灵 要去见 王安石 王安石呢 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驴 在江边上等他 苏氏的船就过来了 苏氏从船上跳下来 穿着便装 见到了王安石之后 一拱手 是 今日赶一眼福建大成像 我呀 今天斗胆 穿着便装 穿着便装 我来见大成像 王安石看了大笑 世间礼法 岂为我辈所设 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受一般的礼法的约束吗 太客气了 苏氏紧接着说 我也知道我在你的手下没做过什么工作 竟起了反面作用 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见面 已经不再有那种政治上的恩怨 可能有些芥蒂 但是这样的一种交往 王安石为什么说 世间礼法 岂为我辈所设呢 就是如果抛开政治的恩怨不谈的话 我们这样的人 那是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 不是说把世间看穿了 而是我们的学识 我们的修养 我们的道德 还有我们的人品 早就在一般的世俗之上 我们在这个层面上 现在来进行对话 而不是在那种很窄的 关于心法的问题 轻描的问题上在讨论问题了 两个人的身份现在不一样了 政治上归了零之后 真正的文化价值体现出来了 才表现出来了 这叫棋风对手 降与良才 两个人走 苏氏呢 就送给他了两句诗 这诗写的很有意思 说 骑驴渺渺人荒皮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侍求三母宅 从功一绝十年迟 说我看见您老先生 我按时年纪比他大 骑着那头著名的驴 从那山坡上走过来 渺渺的感觉